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4月30日发表题为 未与中国竞争,美国需奉行多边外交的文章 作者是退休职业外交官肯尼斯·布里尔 尽管美中双方发表强硬声明并增加军事投资 但两国最活跃的前线是全球各地的会议室 而不是台湾海峡 美国的根本利益已被触及 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正面临考验 继续存在或者被取代 在美中之间的前线工作的是外交官而不是军人 竞争涉及与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 以及共同构成国际秩序的规范有关的多边外交 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都比美国更重视多边外交 美国说的是把重心转向亚洲 而中国再把重心转向全世界 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到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国已经成为多边开发银行的第二大出资国 以及联合国常规预算和维和预算第二大出资国 2021年 中国光明领导了联合国15个主要机构中的4个 在北极理事会等处理远离亚洲的问题的组织中 中国也变得活跃起来 此外 中国还成立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 数个多边开发机构 美国的一些盟友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了这些机构 以安全为重点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不断增加 以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成员 中国还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目标是全球性而不是区域性的 这些一度是美国近乎独有的行动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全球头号大国 但美国以往的外交疏忽和失误给中国带来了多边机遇 美国历来把双边外交置于多边外交之上 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及其退出国际组织和协议的历史 就反映了这一点 在中国寻找机会在国际上取代美国之际 美国退出多边组织和协议是自我拆台 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崛起中的地区大国 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全球问题上的作用 在需要通过接触以便说服他们的情况下 美国将多边外交视为次要重点的做法会适得其反 未来几十年 美国不可能通过单打独斗或者只与亲密盟友合作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与全球经济格局一样 全球外交格局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变化 美国不再是这一格局中的佼佼者 中国是其势均力敌的经济和外交竞争对手 并且还有许多需要定期接触的其他地区权力中心 此外无法通过双边手段成功应对的跨国和全球挑战 这一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安全